一队看似拥有一切的老夫妻 却早已对对方失去热情 这是已故演员罗宾威廉斯 生前演的最后一部电影 他放下搞笑和欢乐的那一面 深情诠释 被迫大半辈子隐藏情感的老年同志 这种忧虑还有那种恐惧 完全是在大萤幕上 被观众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男主角为了追求 有一段同性相恋的美好经验 不惜撼动原本的生活 罗宾威廉斯曾形容 这部片不只是一部出柜电影 而是在探讨如何放手的作品 五十几岁 六十几岁 已经有婚姻 二十几年的婚姻 不过他是一个未出柜的男同事 或是女同事来讲的话 其实要真正地面对自己 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迈入第二届的台湾国际库尔营展 南瓜四十个国家近一百部影片 巡回台北 台中 高雄 探讨多元性别议题 今年的策展核心是 爱无所不在 因为我们今年会成立一个 亚洲国际库尔营展的联盟 所以我们邀请了十几多个 城市的库尔营展的策展人 一起在这段时间来台北 跟我们一起探索 我们有哪些共同的议题 有哪些共同的挑战 David 你是假的 我不是假的 我只是有个优秀的位置 相较于欧美同志影片的多元发展 营展更聚焦在亚洲籍华人库尔电影 并引进南亚斯里兰卡的第一部库尔电影 不管我们放眼世界或是放眼我们台湾的很多的影展 其实欧美的这个库尔电影 其实是我们比较常能够看到的 但是亚洲的库尔的一个处境 或是亚洲的库尔的一个样貌 其实我们反而很少有机会看到 营展介绍不同角度主题的影片 也举办台湾库尔奖 奖励华语多元性别议题短片 而本届持续开办电影工作坊 邀请香港导演关锦鹏担任主讲人 直到学员完成剧本创作 希望大家进戏院可以觉得说 其实它只是一个好故事 其实不见得就是说 同志片就是不适合大众去看 然后也鼓励很多台湾的影视工作者 不管是导演或是编剧或是演员 他们可以更有勇气去尝试 参与同志的内容制作 台湾国际库尔影展推广爱情平权 介绍各种跨越性别的故事 要用电影带大家理解不同的爱